与赵本山彻底闹掰的十位明星 一位比一位意想不到 第一位 小沈阳 因为利润分配不均匀 自己作品低分低声望 第二位 严学经 被赵本山揭露其虚伪 第三位 何庆奎 据说因为创业的思想不统一 两人分道扬镳 第四位 王亚斌 因辞退乡村爱情故事产生分歧 第五位 张继忠 因辞退土地关小平产生分歧 周上烟火不停 第六位 张慧忠 因为换角色没有商量产生隔阂 第七位 攀长江 因为收入不合理产生隔阂 第八位 宋丹丹 经常临时剧本和台词 导致分歧严重 第九位 黄虹 因搭档被抢走而绝交 第十位 换围 分帐不合理产生分歧 天鱼声 书至少 放回来 背叛